我替老公收拾行李时 在她的行李箱加层里 发现了我闺蜜的内衣 顾雅倩是我介绍给林宇的 顾雅倩留学回国 想要进HK集团工作 HK集团董事长是林宇的爷爷 为了让我帮忙搭线 她还送了一条奢侈品牌的手链给我 组饭局那天 顾雅倩绿色的波浪长发 披散在肩头 面容娇好 妆容精致 堪称人间有物 她亲热地挽着我的手 向林宇自我介绍 我叫顾雅倩 和姚珊从小一起长大 我们是闺蜜 她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林宇 最终停留在林宇的伯爵万表上 语气里略带酸味地说了一句 姚珊你命真好 找了个这么优秀的老公 饭桌上 顾雅倩极力表现出自己的专业水平 林宇的目光没有离开过顾雅倩 有了林宇这层关系 顾雅倩自然成功应聘 进入了HK集团 中秋节那天 林宇说她要出差去广州谈业务 我带着孩子回我妈家吃饭 饭桌上我妈脸色并不好看 过中秋节出什么差 这种话也就你相信 我耸了耸肩 反问我妈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和她把话挑明了说 然后离婚 月儿怎么办 她才两岁 肚子里这个怎么办呢 我妈看了看坐在儿童椅上的月儿 又看了一眼我微微隆起的小妇 重重叹了口气 林宇是有前科的 我怀月儿的时候 她出轨了 小三是林宇的女秘书 典型的职场绿茶 手段高明 林宇为了她 婚的念头 见我不痛不痒的 我妈恨不得用筷子抽我 削出来的鸟 飞起来也不好看 你要是有人家雅倩那么有本事 也不至于把婚姻经营成这样了 我笑道 多有本事 有本事的话 也不至于送条甲的手链给我 让我帮她搭线进HK公司了 我妈白了我一眼 人家雅倩从小就学习好 长得又漂亮 还是海归硕士 顾建国当年可真没看走眼 在孤儿院里千挑万选的 把她抱回来 我们家和顾家在一个院子里生活了十几年 就是坠入人间的天使 吃了饭后 我让我妈替我看过孩子 我开着车去了医院 不管大街上节日氛围多么重 医院给人的感觉永远是冷清的 我很反感消毒水的味道 可我每个月都会来医院探望路然 王阿姨看见我拎着月饼来看 路然很高兴 招呼着让我做 病床上的路然插着呼吸机 因为长期靠营养液为生 已经骨瘦如柴 我从包里取出五千块钱 塞给王阿姨 阿姨 这点钱你留着用 她身上的T恤已经洗到发白 这几年为了路然 她和路叔叔卖了房子 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王阿姨还辞了工作 专职照顾路然 我坐在病床旁的椅子上 和王阿姨闲话家常 她眼神嫩嫩地告诉我 路叔叔想放弃路然 汤快撑不下去了 我看着躺在床上的路然 心里凝成了麻花 每个人心里总有这样一个人 明明很熟悉 却因为爱意不敢靠近 如果说喜欢一个人 是见她欣喜的爱一个人 一定是谦卑慎重 我暗恋了路然许多年 从初中到大学 她和顾雅倩一样 都是大人门口 别人家孩子品学兼优 长相出众 我觉得笨拙得 我配不上这么优秀的人 我只能以朋友的身份 默默守护在她身边 但我没有想到 天使会爱上魔鬼 珊珊 你不要太难过 我和你路叔叔仔细考虑过了 小燃这样太痛苦了 我们心里都清楚 她不会醒来了 王阿姨见我发呆 轻轻拍了我的肩膀 我眨了眨眼 竭力不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 如果老天爷真的有眼 坏人应该得到惩罚 离开医院后 绵绵细雨飘散下来 我的头发上蒙上一层细密的水珠 一场秋雨一场寒 凛冽的寒冬快来了 顾雅倩发了一条朋友圈 照片里她穿着睡衣 头上包着白色的毛巾 背景里有一个超大的圆形浴缸 洗手台上有一只男士万表 定位的地址是广州某国际酒店 这张照片 到处都透露着顾雅倩的嚣张与心机 照片是发给我看的 她在暗示我 她已经把林雨纳入囊中了 她知道我向来细心 也知道我向来能忍 她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激怒我 毕竟做小三不光彩 哪个小三不想光荣转正呢 林雨是她目前能接触到 最有价值的男人了 既然她这么卖力 我总不能像个木头毫无表情 我空过这时间打了个电话给林雨 电话响了很久 林雨才接 老公 今天是中秋节 下榻的酒店有给你准备月饼吗 我向来不喜欢吃这些 你又不是不知道 有什么事吗 林雨的语气有些不耐烦 身边隐隐传来女人的笑声 没有 我就是想问问你 这次出差 你的助理有没有陪你一起去啊 你老是丢三落四的 要不然我飞过来陪你出差吧 助理当然跟着一起来了 哎呀 你别来了 你都怀孕了 还是在家安心养胎吧 好了好了 没什么事我先挂了 我明早还要跟客户开会 林雨匆匆挂断了电话 这样的场景 有些似曾相识 没过多久 顾雅倩的那条朋友圈就删除了 月儿已经睡着了 我看着他可爱的眉眼 开心地哼着他喜欢的儿歌旋律 手机叮咚响起 是托马斯发来的消息 你在哪里 我现在要见你 我等不及了 我给月儿盖上一条轻薄的毯子 随手给托马斯发了一个地址 我家附近的茶吧 我到的时候 托马斯已经在等我了 一看见我 他就情绪激动地站起来问我的钱呢 你答应给我的钱 我还没收到 他的中文有点别角 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 作为平面模特的他 真的很帅 金发闭眼 乍一眼看过去 有点像年轻时候的小李子 我从包里掏出一叠钱 递给他 这些是定金 等所有的事情结束后 我会再给你一笔钱 托马斯数着我给他的钱 眼里满是贪婪 确认了数目后 他抬头问我 你和顾雅倩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我微微一笑 问他 你知道坏人为什么猖獗吗 托马斯茫然地看着我 没有答话 我进而说到 坏人猖獗是因为好人沉默 我从来不相信天降正义 我和你之间只是一场交易 有时候太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 对你来说未必是件好事 只要你做好你该做的事 我不会亏待你 托马斯耸了耸肩 OK 我对你们的恩怨也没什么兴趣 托马斯起身离开 我看着他的背影 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不禁感叹 为什么美丽的外表之下 总是藏着破败的灵魂 几天后 林雨回来了 一副神清气爽 意气风发的样子 她放下行李箱后 就去浴室洗澡了 我替她收拾行李箱的时候 在行李箱的家层里 发现了顾雅倩的内衣 顾雅倩如此费尽心思 真是多余 林雨 可是我亲手送给她的 我默默整理好行李箱 这台不能垮得太快 我需要一点时间 林雨洗完澡出来 头发上未擦干的水珠 顺着脖子流下来 天气转凉了 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我极力扮演一个温婉的妻子 递上一条毛巾给她 林雨在我耳旁说道 你知道我为什么娶你吗 因为你又干净又懂事 一股酸液从我胃部直冲上喉头 我推开它 什么时候去做思维 这胎一定得是个儿子 你知道的我爷爷岁数大了 现在我唐嫂也怀孕了 要是你能生个儿子 我们家就能多分些股份 我缓过进来 数了数口 回答道明天去 第二天 林雨执意要陪我去做思维 倒不是多在乎我 而是因为我肚子里的这个 可是他们家争家产的重要武器 我肚子里怀了的男孩 林雨很高兴 打电话给我公公婆婆报喜 公公婆婆叮嘱林雨 好好照顾我 顾雅倩像个没事人一样 一放假就约我逛街 她的爱马仕包是真的 我知道是林雨买给她的 林雨对女人向来大方 有了林雨的经济支援 顾雅倩花起钱来 大手大搅了许多 甚至能理智气壮地 拉着我去逛奢侈品专柜了 星巴克里 顾雅倩搅着一杯咖啡 满脸愁容地对我说 珊珊 我最近谈了个男朋友 可是因为一些原因 我们没法结婚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她的眼神看向我 嘴角挂着一股若有肆无的笑意 你可是顾雅倩 从小到大 哪有你得不到的东西 我话里带着三分嘲讽 顾雅倩是名副其实的白莲花 从小到大 她在老师和长辈们的心中 就是乖巧软绵的好孩子 只有我知道她有多阴暗 还记得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她作文比赛 输给了班里的语文课代表 趁着同学们去操场 做课间操的时候 她折返到教室里 偷走课代表的奖牌 正好被肚子疼回教室休息的我 撞个正着 还有上初中的时候 为了能当上啦啦队长 她不小心把原来的啦啦队长 推下楼梯 这些事情多得数不胜数 可顾雅倩的演技实在是好 每次都能脱身 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能有什么坏心眼呢 可是她又不是东西 她是个活生生的人 我又不能把她绑在我的身边 顾雅倩双手脱腮 看起来满脸天真 你会有办法的 顾雅倩对我笑笑 不过我男朋友确实对我挺好的 她还说要我替她生个儿子呢 顾雅倩话锋一转 又问我 对了 顾雅倩看我的眼神里 带着几分鄙夷 她觉得我配不上林语 我确实和林语不般配 我应该成全他们的 两个恬不知耻的人在一起 一定很有趣 做了没一会 顾雅倩的手机响了 她接了电话报了个地址 过了十几分钟 托马斯出现在星巴克门口 这就是你说的男朋友 长得挺帅的 我明知顾问道 普通朋友罢了 我还有点事 就不陪你逛了 先走一步 我看见顾雅倩和托马斯一起离开 托马斯的手轻腻地搭在顾雅倩的肩膀上 林语哪里能想到 自己花钱养的金丝雀 别人不花钱就在一起了 想到林语知道真相后 气急败坏的样子 我就高兴 我的肚子越来越大 林语回来的时间也越来越晚 托马斯告诉我 顾雅倩搬进了新公寓 她带托马斯去过过夜 陆叔叔和王阿姨通知我 他们准备关掉路然的呼吸机 特地选了个时间 让我过去做道别 我心里很难过 但这对路然 对两位年过半百个人来说 确实是一种挤托 我到医院的时候 王阿姨已经替路然换好了衣服 她眼睛红红种种的 一看就是刚刚哭过 珊珊 你单独和小然待会 我和你叔叔去医生办公室 找医生谈谈 王阿姨给我留出空间 我坐在路然的床边 边上的电子仪器上 路然的心跳平稳地跳着 波纹有规律的律动 我轻轻握住路然的手 路然的体温比我低很多 我把她的手掌放在自己的手心里 眼泪没有忍住 重重砸在她的手背上 我就这样坐着 曾经这个场景出现在我梦中很多次 我牵着她的手 可现在她却成了这副模样 医生宣布关掉呼吸机的时候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王阿姨倒在路叔叔的怀里 嚎啕大哭 路然甚至连挣扎都没有 心跳就停止了 王阿姨他们把路然送去了殡仪馆 这些年为了路然 他们跟亲戚借变了钱 路然没了 来吊艳的亲戚三三两两 将世间人情冷暖 演绎得淋漓尽致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到家的 只觉得整个人像木头一样 我窝在被子里 沉沉睡去 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里路然送了我一朵枝子花 顾雅倩从我手中抢走那朵花 还把它丢在地上 狠狠地踩了两脚 顾雅倩满脸得意地对我说 姚珊 我看上的东西 你休想跟我争 我猛然惊醒 擦干眼角的泪痕 从枕头下摸出手机 已经深夜两点了 林宇还没有回来 我供摸着预产期 还有差不多三个月我就生了 林家正处于争夺家产的风口浪尖 老爷子年近九十 时间不多了 还是拿捏着董事长的位置 不肯松手 我的公公是老爷子的次子 公公为人实称 做事重归重举 并不得老爷子喜欢 大伯颇有经商头脑 集团的许多项目都是他在运作 老爷子是有意将大旗交给大伯的 蛋糕就这么大 谁都想多分一口 林宇说 老爷子已经联系律师利益主了 遗产分给两个儿子 这里面包括公司股份和不动产 我肚子的孩子一出生 林宇就能多得一份 所以不管林宇怎么折腾 在这个结果眼上 他是断然不会提出和我离婚的 等我生完孩子 林宇会不会想跟我离婚 那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我想 以顾雅倩的性格 绝不会甘心给人做小三 顾雅倩升职了 这是林宇对他的安慰 赶上元旦HK集团的年会 林宇带着我一同参加 我挽着林宇的胳膊 我两眼然是一对恩爱夫妻 顾雅倩坐在离我不远的员工席上 一脸纷纷地看着我 我心里不免觉得好笑 搞得像是我勾搭她老公一样 顾雅倩不愿意接受的事实是 她看上了我的老公 抢得走她的人 抢得走她的心 却抢不走林太太这个身份 顾雅倩是个很现实的人 难道她对林宇是真爱 当然不是 她图的是林宇的钱 还有林宇这个HK董事长孙子的身份 要不然她就不会一边和托马斯纠缠 一边向林宇所爱了 她贪图托马斯的颜值 也不能舍弃林宇的钱 什么都想要的人 珊珊 你和小宇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 马上都要生二胎了 小宇之前是有些混账 但是她现在已经改了 今后你们好好过日子 如果她没有改呢 婆婆听了我的反问后 微微一正 随即笑着对我说 都说孕妇爱胡思乱想 小宇现在忙着搞事业 哪有空和外面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 勾三搭四 你可是我们家的功臣 我和你爸都不会亏待你的 都说能长久相处的夫妻 都是互补的 公公实称 婆婆就精明 不管林宇做错什么 婆婆永远会维护她 在她眼里 林宇就是个乖儿子 就算做错事 也是别人教唆她犯错 离遇产期还有十天的时候 我搬进了月子中心 托马斯发消息给我 说她要回家乡了 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 她要回去接受治疗 我给她转了事先承诺的钱 然后把她拉进了黑名单 我的儿子出生了 白白胖胖 健健康康的 公公抱着婴儿亲了又亲 一个男孩 是一家人都期待的 林宇特肉麻地在我额头亲吻 老婆 辛苦你了 婆婆站在一旁 用相机记录下来 这个温馨的画面 林宇得到了婆婆的受益 在我坐月子期间 哪里也不许去 只能在月子中心里陪我 她的手机响得不停 我知道是顾牙倩打来的 林宇果断按掉电话 继续逗弄着儿子 小家伙和我长得和真相 这鼻子这嘴巴 林宇刚得了儿子 自然是喜欢的不得了 和你长得哪里像了 我倒是觉得 儿子长得比你更俊秀一些 我坐起来 吃月嫂给我炖的营养餐 我月子期间 林宇到月子中心大吵大闹 甚至对我动手 都说女人月子里的痛 会跟着自己一辈子 我也忘不掉 闭上眼睛 脑海里还能浮现出当时的情景 林宇把离婚协议书丢在我面前 语气冰冷的让我签了她 我死活不签 因为只要我签了 我就会失去我的女儿 林家是不可能把孩子交给我抚养的 我是个全职太太 离了婚短时间内 没有经济收入 背后没有强大的律师团队 我怎么能抢到女儿的抚养权 林宇早就恨之入骨 她寡情薄信 建议思迁 在我运气出轨 在我月子期间对我大打出手 这种丈夫 我怎么还能对她有牵挂 当初我进入HK集团工作 林宇装作一副深情的样子追我 她说她是真的爱我 会永远对我好 实际上她只是需要一个 感情史清白的妻子 而我刚好符合她的条件 没有谈过恋爱 身家清白 为人木讷 她天性狂浪 不想娶个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 将来处处约束她 像我这样的女人 结了婚就能被她捏在手心里 我无权无视 就算要离婚 我也胳膊拧不过大腿 我最终会一无所有 顾雅倩还是沉不住气了 主动找我摊牌 我刚出月子 身形臃肿 和鲜瘦的顾雅倩坐在一起 有些自残行贿 我不想瞒你了 我和林宇在一起很久了 确切地说 你介绍我们认识的第二天 我们就在一起了 她说她爱的是我 你离开她吧 她坐在我的对面 盛气凌人 好像她是正宫 你不要以为 你给林宇生了两个孩子 就了不起了 实话告诉你 我怀孕了 要不是有肚子里这张底牌 你以为我会来找你 林宇早就受够你了 她根本不爱你 你何必霸占着 这个位置不肯放呢 我微笑着凑近她 一字一句地说道 因为看见你得不到 又想要气急败坏的样子 我很舒坦啊 哈哈 顾雅倩 这些年你在外面 本事没学到 私生活倒是挺烂的 查你的老底 可没少花我的功夫 留学三年 换了十几任男朋友 你说你爸妈 要是知道你是这种样子 会做何感想呢 哦 对了 应该不会太难过吧 毕竟你是他们抱养的孩子 又不是亲生的 顾雅倩的表情逐渐愤怒 刚才还是一副 气势灵人的样子 转眼间拧着眉头 咬着嘴唇 恨不得扑上来打我 在她眼里 我就是一只 认她宰割的小白兔 但是我这只小白兔 现在不乖了 跳起来咬了她一口 不是爸妈亲生的 这是顾雅倩自己知道 但她不许别人拿出来说 她的身世是她永远的同 姚珊 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你变聪明了 我笑道 我一直都聪明 只是不屑耍手段 对了 林雨知道 你脚踩两条船吗 那个外国人 挺帅的吧 顾雅倩咬牙切齿 你 你怎么知道托马斯的事 我忍不住嘲笑她的愚蠢 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托马斯是我找来掉你的呀 顾雅倩脸上一惊 随即冷笑 那又怎么样 你以为林雨会相信你吗 你可以去跟林雨说 看她信你还是信我 我摇头 顾雅倩的智商真的是降低了 林雨信不信我无所谓 最近 你是不是联系不上托马斯了 哦 对了 我觉得你吧 抽空还是去做检查吧 我要是记得没错 你们在一起也快一年了 现在去查的话 应该能查出来了 天知道我费了多大劲 才找到托马斯 在顾雅倩回国之前 我就开始布局 我要她这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我要她下地狱 我的话奏效了 顾雅倩瞳孔皱缩 嘴唇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你 你到底为什么 她眼眶里泪花闪烁 看起来楚楚可怜 为什么 为了路然啊 你忘了路然吗 听到路然的名字 她的身子往后缩了缩 很显然 她已经很久 没有回忆过这个名字了 也对 她在外面纵情声色 怎么会想到路然呢 要不是看了路然的日记本 我真的不知道 路然为什么会爱上你 当初因为你和路然一个班 我托你帮我 把我写了三年的信交给她 得不到回应的 我以为是路然拒绝了我 没过多久 路然就和你在一起了 其实是因为我没有写属名 路然以为信是你写给她的 她被那一千封信感动了 是你偷走了 原本应该属于我的幸福 你偷了就偷了 你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她 她为了你 放弃了最好的大学 跟你报考同一所学校 你却那样对她 你偷了她出国留学的名额 把她灌罪 让她在出国留学 申请书上签字放弃说明 你知道吗 她那么喜欢你 就算你不那么做 她也愿意把机会让给你的 最可恶的是 你还要污蔑路然出轨 让她被人网络暴力 最后她受不了压力跳楼 成了植物人 只能靠呼吸机活着 好端端一个人 瘦得跟骷髅一样 几个月前 她的爸妈关掉了呼吸机 结束了她的生命 要不是因为你 她还好端端的活着 所以你凭什么活得好好的 我尽情发泄着 这些年压抑在心里的情绪 那种畅快的感觉 别提有多爽了 你 你等着 我要报警 顾雅倩颤抖着双手 掏出手机 可以呀 你一报警 所有人都会知道 你私生活不检点 而且你有证据 是我指使的吗 我挑着没看着她 这种事情怎么取证 托马斯根本不叫托马斯 而且她已经回国了 你想和谁说 和你爸妈 你爸妈要是知道 你那些破事 老脸都不知道 我哪里割了吧 和林雨说 林雨怕是也被你传染上了 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 你说林雨要是知道 你把这种病传染给她 她会不会放过你 顾雅倩气急 抬手想要打我 我抓住她的手腕 反手给了她一耳光 这一耳光是为路然 也是为我自己 我劝你省点力气 赶紧找个医院好好看看 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 顾雅倩的身子 渐渐贪软下去 重重坐在沙发上 捂着脸大哭 我没有时间和她周旋了 顾雅倩是个聪明人 她不会蠢到去找林雨 她知道林雨的脾气 林雨是个 把自身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 像林雨这种人 哪里会真心爱别人 她只会爱她自己 顾雅倩辞职了 然后消失了 她突然消失 林雨有些措手不及 找当然是找了 不过顾雅倩有心躲她 她怎么能找到 林雨试探性问我 对了 顾雅倩突然离职了 你们是好朋友 她有跟你说过什么原因吗 她还以为我一直被蒙在鼓里 我装作面露男色的说道 这是我也不好说 毕竟涉及到人家的隐私 好像是因为得病了 林雨脸上僵了一下 得病 什么病啊 我故意吞吞吐吐 她之前交往的对象都挺复杂的 你知道的 她留学回来 国外的生活又比较开放 林雨脸都绿了 磕巴巴的问我 你 你说的是真的 她 她有艾滋 我郑重地点点头 是啊 这种事 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林雨身子一软 倒了下去 林雨做了检测 检测结果为阳性 我婆婆在医院里哭到晕厥 我和两个孩子也做了检查 结果都为阴性 公公一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自作孽不可活 林雨风流成性 作为父母的他们 怎么会不知道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 艾滋病没有特效药 林雨只能停下手头的工作 她像个废人一样 整天在家躺着 听说我的公公和婆婆 让人找过顾牙茜 不过她藏得很好 没有被找到 现在我成了最无辜的那个人 丈夫出轨 染上艾滋 我还留在她身边 不离不弃地照顾她 我当然不会和她离婚 我得看着她死 林雨的身体越来越差 由于免疫系统被破坏 抵抗力下降 常常发烧烧得神志不清 一场感冒 都可能要了她的命 林雨是个惜命的人 毕竟她有很多钱 要是没有得上这个病 她可以潇洒挥霍很多年 林雨染上病的事 成了林家人的疙瘩 林老爷子是有头有脸的人 孙子得了这种病 林家成了商圈的笑话 老爷子一声令下 要把林雨送到外面去治疗 让我跟着一起去 洛杉矶的别墅里 林雨躺在床上 咳嗽个不停 因为一场流感 恶化成了肺炎 她现在是个毫无免疫力的人 她虚弱地抬手 指着床头跪上药瓶 眼神里全是恳求 我轻轻拿起那瓶止咳药 想要吗 我松开手 药撒在地上 哎呀 没有了哦 林雨嘴唇发白 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为什么 为什么 嗨嗨 为什么 你忘记你是怎么对我的吗 我怀着月儿的时候 你为了那个狐狸精 把我的头吻在马桶里打我 要不是我死命护着自己的肚子 想必我已经流产了 这么多年 你就像一匹种马 到处勾搭 林雨 你说你还是人吗 林雨痛苦地皱着眉头 虚弱的她 已经没有力气与我争辩 你把我的尊严 踩在脚底下摩擦 你以为我是因为爱你 才不想跟你离婚 呵呵 我是为了月儿 只有你死了 我才不会失去我的女儿 所以你赶紧去吧 我俯下身 趴在她的耳边轻声说 林雨用惊恐的眼神看着我 仿佛我是个陌生人 对了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 汐儿不是你的儿子 是我做的试管婴儿 孩子的爸爸 是我很爱很爱的人 将来他会继承你所有的财产 不过我会好好教他 不会让他变成 像你这样的人渣 林雨的双眼死死盯着我 此刻他若 还有一丝力气 一定会起身杀了我 可惜他没有机会了 我拿走了他的手机 关上灯 锁上了房门 林雨的葬礼上 我穿着黑色的丧服 牵着一双儿女 老爷子为了封锁消息 把林雨葬在了外国 葬礼一切从简 林老爷子因为身体原因没有来 我作为未亡人 还有两个孩子 顺理成章地继承了林雨留下的财产 婆婆拉着我的手 姗姗 今后要靠你把两个孩子照顾好了 我眼里带着泪花 乌叶着点头 顾雅倩和林雨 真是一对苦命鸳鸯林雨 去世后的第二个月 顾雅倩也跟着去了 天空又下起小雨的时候 我牵着希儿来到公墓 墓碑上 陆然在照片里笑得灿烂 我把一束枝子花 放在陆然的坟前 希儿已经开始一压血雨 我蹲下身子 指着墓碑上的陆然 希儿 这是爸爸 全文完